有毒的有毒的 說的就是黃媒讀過 是這樣的 過年前旺報暴徒盧健民 趁朱年寄了一張賀年卡給蘋果 蘋果副社長陳佩敏公開迴信 還用野豬鼓勵盧健民 又說他什麼不為強權 拒絕做隻被圈養純化的家豬 不斷為旺報徒尖滅粉 美化破壞社會安寧的暴行 真是歪來歪到極點 這個盧健民是什麼? 他不就是黃暴案至今判刑最重的暴徒 被陪審團一致裁定暴動罪罪成 判監7年 現在在赤柱坐牢 他還說自己黃暴那晚到現場拍攝 死口不認罪 嘩嘩嘩 博脫身的時候就在裝家豬 但在庭上播片 踢爆他11次向警方訂雜物和麗沙 謊謊連篇 後來還拍後尾枕 說到警方有偏見和憤怒才這樣做 不是吧 大家張開眼看清楚 這些就是蘋果歌種的野豬 信毒果就已經是港豬了 反政府反中央有市場 毒果投靠老作為新 平不了 掛著搞政治 連父親患難都不關鍋 蓄身都不如 香港容納不到你這些 誤逆蓄身 正所謂一約一毒果 真相遠離我 蘋果公開表揚盧建文的暴行 是幫他們害拳 如果做野豬坐牢這麼正義 為什麼陳佩文 你在赤柱外面做家豬 別再在說風涼話 為了香港的下一代 強烈要求 蘋果立即停止誤倒香港的年輕人 那些美化旺角暴亂的文章 全部都要STOP 啊!我頂你不順